知道一头鹿最美味的地方在哪吗 不是鹿腿也不是里脊肉 而是那鹿心 瞧瞧这不断渗透的鹿油 光是闻着都吃上好几碗饭 再加上点特制配料到上面 可把人给馋酷了 阿鲁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鹿肉了 这次跑到亚利桑那州碰碰运气 白尾鹿齐齐在齐驱的地形上 想要狩猎到并不容易 阿鲁早就全副武装好进入到山区 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地形 下面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样子 就连阿鲁这样顶级的猎人 看了一天都没有发现什么 这让他觉得非常失落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挫败 随便找了个地方躺着休息 开局并不是很顺利 阿鲁还是低估了白尾鹿的难度 所以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阿鲁就冒险穿过峡谷寻找它们 找到了一个有植物遮挡的地方 用望远镜仔细扫过每个地方 到处是灌木丛 很难看出什么 理论上斜坡那边会更容易碰到 绕路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精力 阿鲁思考一番过后 还是决定转移到那边看看 然而一路走过来都没出现路的痕迹 加上远方正下着雨 阿鲁感觉这次受了怕什么麻烦了 现在也只能临着雨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才等到雨停了下来 自己也来到河床上方 阿鲁觉得这里应该能看到白尾鹿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终于看到有一对鹿正在往山下走 这下阿鲁总算能稍微松一口气 可惜中间有个峡谷阻挡住去路 自己得想办法绕到背后才行 突然看到另一边又出现两头鹿 但是随着太阳越来越亮 闪得他都没法看清远方 勉强还能看到两只鹿在那肉搏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袋数 很快就有一只落荒而逃 阿鲁觉得这是个机会 要是他们有出现受伤 自己就更加容易狩猎到 为了能够提高点成功率 找来当地朋友寻求帮助 朋友告诉阿鲁想要狩猎到白尾鹿 必须得绕到他们背后 特别要注意风向 一点气味都有可能会惊吓到他们 现在鹿就那边山上 只要从这里绕过去就能受理到 希望阿鲁回去的时候 能给他带点鹿肉回来尝尝 朋友的建议那是相当有用 阿鲁加快步伐前往白尾鹿那边 至少得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到 突然听到有什么响动的声音 这可把阿鲁吓一跳 原来是条响尾蛇 反手就拿起石头砸了过去 看到他没有反应 这才松下一口气 块头并不是很大 刚好可以搭配上鹿肉吃 他还没有试过混合起来吃会怎么样 继续沿着峡谷往下面行走 难得看到水源 真想在这里泡回澡 眼看就快要天黑了 阿鲁得抓紧时间去狩猎 这边看起来就像楼梯一样 上去时倒是能稍微轻松点 阿鲁行走的过程中 不小心触碰到碎石 弄出来的动静把白尾鹿给吓走了 原本今天就能收工回家 现在也只能在这里多待一晚 走了一天 肚子也觉得饿了 是时候整点蛇肉吃 熟练地将皮肉分开放到锅里面煮 撒上点特制调料 吃起来那是特别香 就是肉实在太少了 估计的再来多几条才够饱 经过一晚的休息 阿鲁在天刚亮时 就在寻找白尾鹿在哪里 幸好并没有让它等得太久 有只鹿正在山坡那边走来 阿鲁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要是错过这只 短时间内很难碰到 立刻收拾好东西慢慢凑近 那鹿行走的姿势有些怪 看起来应该是受伤了 可能是昨天那头落败的鹿 阿鲁还是挺不忍心对付受伤的动物 嘴上说着不要 庄子但是倒是失诚 眼看它走进灌木丛那边 现在也只能慢慢挪动身体过去 找了个相对较好的位置瞄准 就等着那白尾鹿走出灌木丛 依稀还能看到点鹿角 最好就是等那鹿站起来 自己更有把握命中目标 随着太阳升起 会影响到瞄准镜 留给它的时间不多了 等不到鹿出来了 只能硬着头披上 也不知道有没有命中 那鹿正在往山坡上跑 幸好并没有跑多远就倒了下来 阿鹿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白尾鹿 现在一头上百斤的就躺在那里 激动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好 实在太不容易了 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捕获到 对于猎人来说 猎物的心脏就是他们最棒的战利品 阿鹿打算用这张脂肪抹包裹住鹿心 这样在烘干的过程中 能够防止水分流失 鹿心吃起来就会变得更加美味 忙碌了一整天 是时候犒劳一下自己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玉米卷 不知道搭配上鹿心会怎么样 将包裹好的鹿心串起来 然后放到火上烤一烤 瞧瞧那不断渗透出来的鹿油 阿鹿恨不得现在就抓起来甜甜 经过一段时间的烘烤过后 鹿心已经出现米其林最喜欢的焦褐色 别看表面像个黑炭一样 里面的肉那是相当粉嫩 切下一块放到圆饼上面 放上一些洋葱和辣椒粉 最关键就是得加点墨西哥辣酱 现在卷起来放到嘴巴里面 阿鹿觉得这比北京烤鸭好吃很多 吃饱喝醋后 带上战利品回家 让家人也一起尝尝这鹿肉 不少恋人觉得心脏是力量的来源 就能让身体变得强壮起来 甚至能够更适应当地的环境 对于阿鲁来说 他只是单纯觉得鹿心好吃而已 阿鲁对这次狩猎还是挺满意的 不知道下次他会跑到哪里狩猎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